来源五股财经 进入2024年 白酒行业逐步告别了黄金时代 而是进入到了弱周期 就连作为白酒行业价格风向标的飞天茅台 都遭遇了价格持续下滑的情况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裕 在6月初出席活动时指出 今年酒类基础消费出现了群体转移和结构性变化 消费信息恢复需要一些时间 中小品牌以及酒商存在一定库存积压 价格倒挂预期转弱等现象 然而白酒消费形势还在深度变化之中 多少有点出乎行业人士的意料 在端午节来临之前的6月4日 据今日酒驾数据 2024年茅台飞天散53度 每500毫升批发参考价跌破2500元大关 报2485元较上一日下跌15元 按理来说 端午节属于白酒消费旺季 白酒价格应该是走高的 今年却很反常 白酒似乎出现了旺季不旺的现象 快销行业分析师康定平认为 飞天茅台价格下跌 主要受购买力不足影响 今年以来 白酒股表现不好 底下经济复苏较为缓慢 整个白酒消费都处于疲软的状态 所以说 消费信心不足 购买力弱 才是飞天茅台价格下跌的主因 在此情况下 五粮叶 国教1573 青花狼 茅台1935等千元价格带上的白酒品牌 实际成交价格也在震荡下行之中 先来说说 茅台1935 这款产品于2022年1月18日发布 从酒制层面来说 茅台1935与飞天茅台存在较大差距 主要以一星产区基酒为主基酒 同时采用一定比例的茅台酒核心产区基酒 发布会当天市场价一度炒作至1800元 此后价格不断回落 如今在淘宝平台上 茅台1935 53度每500毫升 单平价格普遍集中在890元至950元区间 但有店铺售价却低于700元 而在拼多多平台上 茅台1935 53度每500毫升 单平价格普遍集中在850元左右 同样 有的店铺售价则更低 茅台1935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茅台光环下较高的终端售价给渠道 流出丰厚的利润空间 而终端售价的快速下滑正在蚕食渠道利润 无独有偶 在拼多多等多个电商平台上 青花廊53度每500毫升的单平成交价格 已经跌至800元左右 比如835元一瓶或者811元一瓶 如果多买的话 价格还可以继续谈 而在淘宝平台上 青花廊的单平成交价格也在800左右 比如815元一瓶 53度每500毫升 100ml新号五瓶装的青花廊 成交价格则不到800元 也就790元而已 酒业营销资势人士肖竹青指出 虽然线上白酒销售额仅占到行业销售规模的约10% 但由于大促期间 线上价格优惠大 价格过低 会对渠道信心产生很大影响 因此 各家酒企对线上价格都非常敏感 虽然白酒企业都很讨厌拼多多 但你得承认在拼多多上的白酒成交价格 才是更为真实的市场价格 康定平表示通过走访调查 2024年以来 很多千元价格带上的白酒品牌 实际动销都不良好 成交价格也在下滑 主要原因就是 作为白酒行业王者的飞天茅台 不仅价格不再上涨 反而还在持续下滑 这就直接挤压了其他白酒品牌的成交价格 青花廊是廊酒在千元价格带的一个重要单品 廊酒发布百年廊酒总纲领 将该单品确立为公司第一重要战略产品 全力发展 坚决走价值之路 做强做大 按照狼酒董事长汪俊林的目标 青花廊要力争以500亿年为目标发展 真正成为飞天茅台后的第二高端酱酒 向1500至2000元瓶发展 2022年4月 在受疫情影响 白酒终端消费场景受到限制的情况下 狼酒宣布涨价 将53度500毫升青花廊计划内出厂价上调100元至109元平 超越了飞天茅台969元平的出厂价 成为行业内首个占上千元出厂价的大单品 但青花廊建议零售价仍为1499元平 如此一来 压力便给到了经销商 调价后 有经销商表示 经销商的毛利率低多了 很多时候是个位数 有的产品光靠卖的差价不赚钱 主要靠厂家返利补贴 进入2024年 虽然次高端白酒品牌还在上调价格 但是涨价更多的还是为了提振信心 从实际效果来看 并未推高中端成交价格 因此 在千元价格带上的白酒品牌 在提价上还是十分慎重的 在业内人士看来 白酒行业处于深度调整期 酒起提价并非大规模行业性提价 提价主要受成本推动 和稳定市场信心的影响 表明白酒行业基本面改善较为确定 如果端午节期间 白酒消费信心不能得到提升 那下半年 白酒行业的生存状况 就不会乐观 康定平表示 上半年 白酒企业还可以继续压货 维持业绩增长 但到了下半年 可能就会出现爆雷的情况 我认识放下半年